基础设施 不是非常完善的一个学校里面 他们也可以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快乐 走 行了 我们进去了 现在的土地它是不平整的 包紧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建成一个标准的 我们一个运动场地 让孩子在上面尽情地玩耍 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 一定是放在学习后面的 一定要是你自己热爱这个东西 你想去学 小时候我觉得更加的纯粹 现在呢也喜欢 但是因为工作忙压力也大 就是把它会当成一个放松的一个运动 在学习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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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校园 好 14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来拉围墙 当时只有一个 只有教室 没有院子 我14年 然后拉的一直到这个位置 拉到这 对 咱们看到这个位置 是那个拉的围墙 然后17年 17年的时候 把这个平房全部拔掉 然后建了这个楼房 咱们这个国际台 你看到有点粗糙 这是我自己焊 自己焊的 对自己焊的 这个草坪是18年铺的 17年铺完弄完之后 这只是一个硬的土地 硬的土地 就是泥土 一下雨 然后孩子就不能到这里来玩了 看现在的土地 它是不平整的 就当铺完了 孩子们在运动的时候 有可能 一不小心可能会崴到脚 他们也可能会 滑倒 因为这上面 水一直在往这边流 它没有下水道 对 没有下水道 所以说它水流的时候 尤其这边 你看看这边特别不平 这边 凹进去 对 它因为水流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它沉降下去 把里面的 泥沙带走了 它把泥土带走之后 它就形成了一个沟 所以更加的 更加的不平 他们没有专业的一些场地 他们的蓝筐上面都是不带网的 包括没有一个好的跑道 一个草坪 都是坑坑洼洼的 就是这些 对我感触还挺深 这个温存间的 有一个拱门 通过当时拆的那个 平房子上的废旧的那个钢筋 我给它焊了一个拱门 这个金银花 一年四季它开四季 这是买的那种品种 它开四季 很多都需要自己来做 我们学校的水电 这所有跑的水啊 电都是我自己跑的 你自己弄 对全部都是我自己弄的 这些都是给孩子玩的 我们村里面的文化广场进行拆 拆迁 拆迁然后拆下来 对 没用了 就已经弯掉了 他们没用了 然后我们弄回来 让孩子们玩 我一个设想就是 在这里挖一个游泳池 玩一个游泳池 教他们游泳 这是我们的邢老师 你好 中华儿之会 我们这个体育项目 支持项目的老师 邢老师 你好 邢老师现在正在整理的 他们给我们捐赠的 篮球 足球 还有乒乓球 都有 这些新的都是 对对 全都是 这是我们用了三四年的 都坏了 对 都坏掉了 然后现在福德有新的 来看一下福德新的 今天啊 中华儿之会 他给我们带来了 开学的礼物 更多的是希望当地的学生 或者教师 能够将这些体育设施 或者体育器材用起来 能够变为他们生活当中的 一个客鱼活动的一个 必备品 对于他体质健康带来改善 更多的是通过他的心灵上 带来一种积极阳光的心态 那其实在我们走访当中 感觉最大的问题 现在是整个草坪的不平 我们是希望通过社会的募集 爱心企业的捐赠 能够将学校的体育操场 一个哪怕标准和基础吧 先给他配套建立起来 会不会打气啊 不会 我们一人一人拿一个球 一人打一个 好不好 好 好 你打到了啊 再拿着球 是 搞定去啊 你们围成一圈 我们只能用一个球 手拿手 围一个圈 我和徐老师在里面抢球啊 你们就踢互相传球 不能被我们抢到 好不好 来啊 开始啊 我抢了 我来抢了 我来抢了 抢到了 抢到了你就要进来 来 你进去 来啊 我来来抢 我开始踢了啊 我来抢了 哎 还挺从真的 应该有好几年前了吧 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单纯 很开心 因为你看小朋友小时候 不会想很多东西 球过去了 他莫名其妙的开心 哇 跑过去 是那种感觉 或者我们直接让他们来打一个比赛 你带一队我带一队 然后这样可以吧 就跟我一起 哎 没人跟我一起吗 哈哈哈哈 算了我了 哈哈 好我们俩一起 哈哈哈哈 今天要来一个比赛 行不行啊 好可以 行不行啊 好走走走走走 走走 不要拦他走 走 我现在哪一队 走走 哎 哎 好走 完了 哈哈哈 他们的父母 也在外面打拼 那我希望他们就是 呃 有了这些运动 他们也可以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快乐 踢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们来了 快 快 对对对对对对 走了 快 快 啊 走了 走不要出去 对对对对付着球 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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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乐老师进一份啊 乐老师带队进一份 进球了来 哎 哎 体育这一块 现在 有很多的学校会忽视 包括家长都会觉得 只要读书 读书了才有好的出入 但是会忘了这一块体育这一块 一个是身体上嘛 因为你学习做久了真的会疲惫 所以你需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一下 另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啊 它会激发你的潜意识的一些能量 会让你就是更加有目标 更加有方向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孩子 他以前都非常非常腼腆 他爷爷奶奶帮忙买一些东西啊 他都不会出去的 我接他之后 我通过体育上来改变他 让他担任体育班长 让他积极去做一些事情 他之后变得就是也活泼了 这都多大 像这两个就是六年级 十二岁 六年级 六年级 那这个就是四年级 这个二年级 这个也二年级 你都记得清楚 不熟 就是我觉得他心里是装有孩子的 他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能认识 两百多个人呢 三小学 先有学生二百三十人 有二百一十人都是留守儿团 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成一个标准的我们一个运动场地 能让孩子在上面尽情的玩耍 最后妈妈讲 他说你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 你要想着把他们带出去 我想对徐校长说就是希望他可以坚持他现在在做的事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帮助他们 我会帮助他们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怎么可能 我们在做的事情 要看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